台中的马杀恶寿事件之后 大家对这个行车纠纷都更加重视了 在高雄有一名格斗教练 他就po出了这个网络的这个影片就指出 之前他在暗向 疑似因为开车太慢了 被一名骑士是蓝车呛响攻击 于是他就用格斗技巧来回击 后来对方是道歉 事后也和解 不过警方就提醒了 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攻击事件 不要用武力来对抗 要先打电话报警比较安全 四小客车行驶在深夜暗向里 突然出现一名机车骑士 不断向驾驶叫嚣还动手攻击 他就突然挥拳打我 因为他有点情绪上有点 有点暴躁这样子 在骑士一波攻击之后 这时驾驶不甘示弱反击回去 并且一脚撞碎骑士安全帽 当时汽车驾驶行进小巷子 因为路幅不宽 机车骑士疑似嫌他开得慢下车理论 汽车驾驶受访时表示 他练格斗数长达十年 因此有能力反击 po网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治安 后来机车骑士跟他道歉两人和解 但其实遇到类似案件 警方再三强调双方都要冷静 别动手动脚 否则有力也站不住脚 万一遇到对方带着武器下车 会更危险 第一时间还是打电话报警 比较安全 华氏新闻参谋剧 徐静一高雄报道